把玩youtuber九妹上个月卷入胡马风波 正面形象瞬间崩塌 他出面道歉后仍持续经营频道 业佩陆续找上门 仍气与工作似乎不受影响 先前以评价与奢华对决系列影片 成为代表作的他 近日推出的最新影片 竟是评价vs评价模式 几件影片开头 他坦诚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 造成制作费用大幅下降 似乎暗示着因为胡马风波 导致收入减少 一旁的制作人则缓夹 称制作费只是稍微拮据 刚好这集拍摄的锅贴 正好也相对评价 澄清并不完全受到 九妹正义的影响 而该集节目仍有业佩 逐渐厂商对他的信心 影片以来不少网友留言力挺 认为有时候比起奢华牛排 类似锅贴这种平常会吃的美食 反而会吸引更多人观看 总算有一阵鸡都吃得起的东西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